马上就步入十月迎来长假 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 此后气温是起起落落 照理说秋天要贴秋标 但是专家提醒 更应该吃一些降火去燥的食物 进入深秋是鼻和肺首先意识到的 这阵子会明显的感觉皮肤开始紧绷 早上起来烟布就像被粘液粘住了一样 不停的想清爽之 今天就用银耳搭配这两物 堪称肺部大救星 首先准备一朵银耳 泡发好之后去掉根部 把它捏碎 银耳是可以润肺 养胃 还可以美容养颜 接着准备一小节铁棍山药 铁棍山药去掉皮 然后把它剁碎 下来准备一个雪梨 雪梨洗干净对半切开 去掉这个心 然后把它切成雪梨丁 也是可以清热止咳 把这三种食材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小火煮2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再加入冰糖 把冰糖煮至融化 就可以盛入碗里 这几种食材加在一起 有很好的润肺止咳的效果 感职那个 好